PT挺无聊的 我怎么感兴趣呢 我觉得你可以找一个感兴趣像我这样去基础PT 通过这个问题你可以网上做一下research 你不要刚开始基础PT就去什么做题 大家好 我是你的澳洲小王子 就很多人就是他们要刚接触PT的时候嘛 觉得很难 甚至很害怕 那我觉得刚接触PT最重要的是什么 这期可能读一本书是一样的 我觉得刚接触PT最重要的就是感兴趣 那感兴趣是什么呢 不是说就是说你的PT挺无聊的 我怎么感兴趣呢 你可以找一个像我这样的人 就把PT讲的挺搞笑的 就比如说我当时喜欢张雪峰 他讲的是考研 那我对考研我也不需要考研对吧 包括之前的袁老师讲历史的 对吧 那这些人我都不感兴趣 对吧 我对这个东西也不是很感兴趣 他们讲的我很感兴趣 所以我觉得你可以找一个感兴趣 像我这样去基础PT 让你觉得这考是挺有意思的 这是一个点 能让你干嘛 能让你最起码去看看题 看看东西 如果一上来就是很heavy metal的东西 你肯定就吓怕了 对不对 这个我觉得感兴趣一点 第二就是有一个问题去搞 对吗 比如说我刚刚基础PT的时候 对我来说我可能想知道 就是哪个提琴的比重最高 对吧 或者对我来说我要考个60分65分的 那哪个提琴最重要 那这个也是个兴趣点 也是非常好的 那么通过这个问题 你可以网上做下research 比如说我昨天来的一个学生 就是PT改革对他有没有影响 对吧 从这个兴趣点开始 这样吧 从这里入手 懂为什么 开始看PT 然后再花个时间 对吧 认认真真的 花个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 看一个长一点的video 懂为什么 别整天去刷很短video 你能搞什么呀 看一个长的video 那么这里心里可以静下来 知道怎么去考 懂吗 这是刚开始接触PT的 是最重要的 你不要刚开始接触PT 就去什么 做题 你知道吗 基本上做了以后 这位就不想看PT了 贼男 对吧 还从听力开始做 或者一开头 就想 就是看一种很长的video 哇 三四个小时video 你看得下去啊 老师讲的贼无聊 懂吗 从一个自己感兴趣的老师 录手 对吧 我如果找一下林志玲 你也能看看我 或者是从一个感兴趣的问题 录手 这两点很重要 好吧 这样才能顺利的考下PT 小伙计别忘记 点赞 订阅 关注 下载 拜拜